当你看到路边漂亮的小姐姐 该如何成功要告她的联系方式 看好了 顶级渣男是如何搭讪的 这三个人是青铜手足的兄弟 在上学的时候 他们三个喜欢上了同一个女孩子 欧阳学霸 终于鼓起了勇气 算了 改天再说吧 上官马亮不屑的笑了一笑 拿着女神的画像准备行动 少画了两个头发 不完美 而在一旁默默注视的老大哥 男公有钱终于出手了 男公有钱这种说出手就出手的做法 让兄弟们产生了见习 但毕竟是好兄弟 他们决定 通过猜拳的方式 决定谁和女神在一起 三个人猜了一上五 愣是没个结果 最后决定 有已经出手的有钱先上 然后兄弟们轮班和女神谈恋爱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高中上下结束了 他们已经找到了选择的岔路口 理想和现实 虽然三个人选择的道路不同 但是他们有一个相同的梦想 就是一定要交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女朋友 作为老大哥 有钱是唯一有个出手经验的男人 他决定 一定要给兄弟们展示一下什么叫真正的技术 通过群头的介绍 他找了一个美女 老大哥不愧是老大哥 说出手就出手 此时躲在柜子里的兄弟 身体也不自觉地动了起来 终于学霸上了大学 他的梦想就是一定要谈一场甜甜的恋爱 和一场完美的邂逅 而马良因为家里破产 只能一边打工一边上学 但还坚持着自己的画画梦 再看有钱 他只能过着这种朴实无华的日子 这一天 学霸终于遇到了完美的学姐 长得漂亮 身材好 他知道 这种学姐不是自己可以搭讪的 但是没想到 学姐竟然主动跟他搭讪了 还开车一起带他去上学 下车之后的他还没回过神来 直到同学给他看了一个视频 原来在昨天的迎新晚会上 学霸喝多了 不仅要跳脱衣舞 还当中表演了一个高压水枪 他也知道 为什么学姐如此的注意他 他无缘在面对学姐 即使遇到了也假装没看到 可是学姐主动和他打招呼 学霸此时觉得自己又可以了 两个人一起去看海 一起去吃饭 九二九日的相处 学霸发现 两个人吃饭的口味惊人相似 还都喜欢看喜剧电影 简直是天生的一对 虽然学姐有男朋友 但是学霸解信 只要厨头回得好 没有枪脚挖不到 学霸的初恋正在悄然的发生 这天上课的时候 老师在台上讲课 而学霸打算在台下告白 这个时候 一个女人突然闯了进来 直径地走到了学姐身边 原来学姐是老师的小三 老师把学姐带走了 而学霸默默地关上了门 请求同学们删掉刚才的视频 是的 他二十岁的初恋 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而有钱 白天在家里呼吸 晚上去夜店蹦逼 生活过的就是这么朴实无华 直到他爸掐断了他的零用钱 爸妈觉得他这样子在浪费人生 决定让他自立生生 得知没有钱的有钱 突然就变得痛不欲生 没有钱的他 只能选择出门打工 这天开车上班的路上 有钱遇到了一个漂亮的小姐姐 为了跟小姐姐搭讪 他直接撞了上去 我就说了 不要买特斯拉 杀都杀不住 现在给人创路线了 怎么办呢 马良灵机一动 直接去炮他呀 炮上他就不用赔钱了 这简直是个天才的主意 事实证明 只要敢出手 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这个美女是个演员 因为没有经纪人 导致他没有竞争力 他让有钱假扮自己的经纪人 接到五场戏以后 医药费就在扯平了 有钱当然乐意 毕竟他只在乎免费的盒饭 虽然是为了盒饭金居主 但是他却对导演这个职业 越来越感兴趣 他觉得导演这个职业好酷 他的人生立项改变了 他要做导演 前一秒还觉得导演很酷 后一秒 他就看到了演员的手机 发现了这个行业的内幕 这天晚上 有钱专门到酒店门口去读演员 他不是来阻止演员的 而是问他 有没有父婆可以介绍 毕竟他现在太穷了 这个男人特意跑来这里 竟然不是为了阻止自己的行为 女演员哭了 而有钱突然觉得 他好漂亮 作为团队的老大哥 他一贯秉承着 说出手就出手的道理 然后莫名其妙的 就和女演员在一起了 有钱开始喜欢表演 还和女演员一起探讨演技 这天晚上 女演员又接到了陪酒的进行 而这次 有钱选择了阻止 结果就是 两个人大吵了一架 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是 有钱有女朋友 女演员认为 他们并不算真正的男女朋友 而有钱的女朋友 正是高中时期的女神 曾经答应和兄弟轮班交往的女神 直到现在还没轮到兄弟们 有钱和女神分手了 他认为 自己没有了女朋友 就可以和女演员在一起了 然而 现实并不是想象的那样完美 有钱又回到了朴实乌华的生活 而马良还在坚持自己的梦想 但是他的父亲破产 他不得不选择 打工来减轻家庭的负担 这天休息 他特意买了炸鸡回来 而母亲把炸鸡都给了弟弟们 还告诉马良 自己其实喜欢烤鸭 终于 劳累让母亲住进了医院 马良的叔叔劝他 不如放弃学业 来自己的工厂上班 心灰意冷的几个人 再次聚到了一起 他们感受到了社会的烦恼 更烦恼的是 他们已经这么大了 竟然还没有变成真正的男人 他们决定 一起去放尸一把 他们姑息的勇气去了KTV 突然的一嗓子 打破了这个宁静 仿佛是学习出了他们的不满 他们长大了 就代表着 他们不能像以前一样快乐了 第二天 刚刚分手的有钱 就看到前几友 竟然和好兄弟在一块 刚想上去给两个人一个惊喜 却发现他们实质紧扣 好兄弟叫住了他们 学霸牵起了女神的手 宣布了他们在一起 原来 失恋的学霸和分手的女神 互相向对方倾诉 谈起了学校时期的事情 学霸偶然说起了 学生时期暗恋女神的事 马良的家里负担越来越重 而他也做出了决定 他修剪了自己的发型 决定去叔叔的厂里上班 理想总是美好的 但是却又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他们的内心是不敢的 这时正常有一伙小混混 来酒馆闹事 学霸手当其冲 仿佛要将这不干 全部都释放出去 马良开始适应工厂的生活 但是下班后 他坚持在网上画画 已经成为了 小有名气的漫画家 有钱有了新的目标 他要做一个电影导演 为了这个目标 他不惜在死亡的边缘疯狂试探 而学霸不仅和女神在一起了 还加入了赛车俱乐部 但是他们还是到了 入伍的年龄 在学霸的见义下 他们决定再一次的 找回人生的激情 去徒步报道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迟到 每个人都有20岁 每个人都有无忧无虑的时光 但是不管以后会有什么 我们还是要满怀希望 因为我们还年轻 关注转发本期节目 随机收取三位幸运观众 获得街头搭讪的体验资格 当然后果自负 记得关注 么么哒